鋸頂鋼筋套上塑膠袋 是用以確保鋼筋不受混凝土污染 脫模後的橋柱用塑膠布包炸 以維持混凝土均勻的養生 為使施工中最重要的茂梁 能在製作中控制精確度 輪功處特別採用鋼架支撐 比其他成建公司所使用的鋼管鋰架 在測點的控制及穩定上更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茂梁成功的關鍵在於測量 因為未來大梁安放位置的精確需要 在小小的結構物上就有83個測點 以控制結構體的高層、形式、尺寸 誤差要求極為嚴格 都是以毫米計算 中文字幕提供 在模板的阻力及鋼筋結閘中 都要經過反覆的測量 以使未來大梁位置能適得其所 高架橋的玉柱箱形梁共有420隻 重量從80公噸到165公噸不等 為了不讓玉柱梁在吊放過程中 影響周圍環境和交通 特別選用懸吊推進工法 使對環境的影響能減低到最小程度 這也是都市工程的特色之一 施工的過程是 玉柱箱形梁先在三個玉柱廠中製作 製作完成後 由玉柱廠的起重機 將玉柱梁調到竹梁廠 在儲量廠中以施工規範做完工修飾 再由玉柱廠起重機 將大梁調到地面運梁台車上 移動到高架起重機的起掉點 由高架起重機 將玉柱梁調到高架橋上的運梁台車上安放 自此之後 台車以每小時兩公里的速度 再運大梁到懸吊推進的起點 這個時候 以玉柱梁本身作為懸吊推進器 移到下一個茂梁的配重塊 將懸吊推進器推到 並固定在自一個的茂梁上 如此便可開始吊放的工作 用懸吊推進機的上層橫梁吊杆 將玉柱梁吊離運梁前台車 並且固定 再利用後台車動力向前移 當玉柱梁到達定位時 利用後吊杆將梁吊離台車 如此利用上層橫梁的前後梁吊杆 繼續將梁放置到 茂梁上的製成墊板上 全部懸吊過程便算完成 在玉柱廠中製作玉柱箱形梁 其過程相當的複雜 而大小尺寸的精確度要求 也幾乎與機械車床的要求誤差相似 在長22.3公尺的箱形梁上 允許的誤差為5毫米 因而從開始的鋼膜檢測到鋼筋及埋設物 必須經過業主、監工及測量人員的一再反覆檢查 才能繼續進行製作 在玉柱中製作為5毫米 新加坡捷運局估算,鑄造一支大糧的時間是17天,但是由於工程人員對施工經驗的累積及不斷改進,已經有9天完成一支的最低記錄,並且品質優良,為業主所稱讚。 鑄造一支,鑄造一支,鑄造一支,鑄造一支。